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的名字是Ghulzar Usain Sagar 我从巴基斯坦的几岁 我从近40年住在香港 这位Sagar先生 是我们今次主角Sam的朋友 他今天在尖沙咀的街头 搞了一个书展 宣扬他们的宗教 书本有齐很多不同的语言 凡是有兴趣主足的人 Sagar都向他们识心介绍 我们想拒续这些书 自由 为人们 想知道这些知识 香港是 最完美的地方 没有拒绝 所有的地方都在这里 尤其是移民 尤其是移民 尤其是健康 尤其是教育 尤其是教育 有些有些问题 可是在整个头 我看到了 中国人居住 远回来 做了 他们说 他们在这个地方 美国人自身 尤其中之外 你们的补兴 вас尤其兴哪 有限制 你会有权 你会有权 出选严 可以去选择,去选择, 你有各种各种的女性 女性们非常幸福 我的朋友们非常幸福 我经常是旅行,我转向的一路路 年轻人会提供我的席 如果我站在座席,你会站住 你会坐下,你会坐下 这就是非常好 我们很高兴,我们是宽宽 但是我们生活在这里,我们是一个家 是我们的第二家 在大陸的城市,在大陸的城市,有些大陸的址 在1996上,在1996上,在1996中,这个墙并建立了 1984年,结果在1984年,在1994年建立了 MTR站在这个墙上 星期间我们有一个大众集团 几乎3,000人来到星期 巴基斯坦有97%的人口 都是信奉回教 要真正认识来自巴基斯坦的阿Sam 就不得不提他的宗教 今天是星期五 枉于尖沙咀的清真寺 非常热闹 这些小孩在这里读古兰 读书那些 是女人陪伸的 这个地方 都会闷着 这里多数都是菲律宾 都是女人陪伸的 是不是所有宗教活动都要男女分开 要分的 一定要分 不可以跟男人 我们现在上面的位置 男人全部都在那里 不可以说前面男人 后面女人 不是这样 女人一定会分开 他们会在这里陪伸的 是 是 我们有时见到那些 穆斯林的那些女人 一定遮住那些面 是 可以给别人看 可以 她自己 老爸 弟弟 大哥 或者老公 阿叔 那些交付可以看 其他那些就不可以 是 但是这里不是这样 因为是香港 没有办法 大家要做事 是 是 可以的 都要做到多少 在带大家参观清真寺的期间 阿Sam遇到熟悉的面孔 虽然听不明白他们的语言 但看得出 阿Sam对他非常之恭敬 这位阿叔 我差不多十年没见过 到今天十年之后都见过 都觉得很开心 因为当像我老爸那样 我们个个都是穆斯林 那些人 见大人 就一定是这样 就很给那些 中文那些人 尊敬 对 就 给面 对 大家很开心 聊天 看到 Nedlin 很开心 对 长辈的尊敬 对于 对于 澎辈的热情 对于 巴基斯坦人 因为宗教的关系 对于礼节都非常注重 除了宗教的文化 巴基斯坦的饮食文化 很多香港人都是一知半解 因为我们去哪里都吃一用这些东西 咖喱 为什么呢 因为出生了这么大的人 都是习惯吃这些东西 所以吃其他什么东西都我们觉得吃不饱 所以吃了这些东西才会觉得吃饱 是的 还有这些好味 现在 香港人都很喜欢吃咖喱 即是去哪里都一见到我们 这些咖喱好味 好食 所以我们喜欢吃这些 这个是薄餅 为什么我们吃这些呢 因为我们那边多数都是做这些 不是做面 饭 所以我们很喜欢吃这些薄餅 然后我们很喜欢吃这些 习惯吃这些 都是一用 是用面粉 有些可以加一点点盐 如果做甜的话 也可以加砂糖 这样 你可以试一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